我們今集會講 cholesterol 但是cholesterol呢 老實講一集 就是膽固醇一集都講不完 首先就是 很多人最近跟我說 喂 你可不可以評論一下 說生酮或者低碳飲食會短命 或者說生酮飲食又會有副作用 這些有沒有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他很不若而同 很湊巧地 They all came out at the same time Right OK Hi Ella Hi Paul So sorry for the You know No notice Not even a late notice 即是沒有notice 因為 我昨晚 Sorry 又回頭說 我昨晚明明在自己的酒店房 Hi寶寶 是想做 因為我正在讀書 大家知道 就是讀 functional medicine 他們是每一個星期有個live session 是一個半至兩個小時 在美國那邊 Central District Time 在香港隔十三個小時 昨晚凌晨十二點 做到一點半鐘 但是 Quality of Wi-Fi 是差到 我是開不了我的Wi-Fi 即是我的video 我開不了的 一個是video conference 所有十幾個人 一個group 大家去互相coach大家 大家去提問 那些 但是 Quality太差 那我就realize 咦 我今晚如果十點多 做不到的 現在在自己的房間裡 Quality差到這樣 所以我突然間 抽了轉頭 就變成現在做了 那現在呢 我就在 我上課那個retreat來的 那這裏呢 就會好些 但是我知道很多雜聲 很吵 因為呢 我想在泳池那邊試 我已經試了一輪的了 Didn't work 又是線路不夠強 那我就要來到廚房這邊 那我前面就是一部咖啡機 嗯 Yeah 想我轉過去給你們看 那部咖啡機 OK Hold on OK 沒錯 那我就在一個吧桌上 那我現在轉過來先 OK 那我們今集不是講 Colesterol的嗎 即是我們講膽固醇的 膽固醇剛才 剛才之前也有講過 就是說其實呢 一集是講不完的 但是呢 你會發現呢 最近很多攻擊低碳飲食 即是低澱粉飲食 即是生酮飲食 或者是相似的飲食方法 的新聞很多的 OK 包括攻擊椰子油 那很多人就傳訊息給我 你有沒有見過這件事 哎呀什麼什麼 哎呀你評論一下這件事 為什麼會這樣 啊我好害怕喔 這樣 其實我想講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看回去年 即17年4月 我第一集的生酮 其實就是和你們講 哈佛在五十幾年前 in the sixties OK 他是曾經 因為兩個科學家 是受了食品公司贊助 而將他們的research 的finding 即明明那個研究報告出來 是說 是糖不好 OK 而不是脂肪不好 但是他們都會shift了過去 說脂肪 因為他們受賄了 OK 這件事已經讓了 那我現在不是說 suggest說 現在一定是這樣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但如果你看真一點 就是他這些所謂的research 你有沒有看過真正的paper OK 那真正的paper 講些什麼 有一個很好笑的 就是他叫人們回憶 就是一幫曾經參加過 亞金飲食法 就是atkins diet 其實是高蛋白質的飲食法 OK 那幫人就問他們 幾十年之後 你覺得你的身體怎麼樣 跟著 他們就說 我的身體 哎呀 一般的 那樣 當然一般的 你過了幾十年 你當然一般的 還有 另一個細節 就想看 他們所謂的低碳 是說 40% 他們的calorie intake 是從carbs 好了 這個時候我就想說 你覺得40% 叫做低 我們那些 是說 15% of the daily intake OK 那可能 你這個時候 如果 你不夠scientific 即 腦不夠scientific mind me being honest 或者你 很容易信人 就是天真無邪的話 你可能覺得 哇 40%都會這樣 那我15% 我不是很糟糕 OK The truth is 你要知道 魔鬼在細節中 就是他到底 40%以外的60% 是甚麼組成 以及我們的15%以外 又是甚麼組成 魔鬼在細節中 如果40% 是精製的澱粉 例如 Doughnut Pizza Pasta 其餘的60% 其餘的60% 是甚麼 是脂肪 再加蛋白質 Of course 這是一個 heart attack 因為 你不應該把這些 混合起來 你變成高糖 加高脂 那實在中招 實在是 但是 我們說的比例 不是這樣的 我們說的比例是15% 是carbs and 15%的carbs 其實 15至20% 你可以 OK 其實它是來自於 你基本上是 蔬菜裡面 的炭水化合物 兼甲 就是粗纖維 兼甲 就是 裡面 譬如你肉裡面 它還有些殘留的肝糖 肝就是你的肝 這個 糖就是有字 哪個糖 就像白砂糖的糖 但它不是米字 是有字 OK 好了 所以 如果你take out這些東西 它很容易 玩弄到你們 因為你們如果 都是那句 你不看它整份東西 它realize它有多少錯處 而你又不去 看細緻 兼甲 就是說 我相信它 所謂的finding 我想告訴你 有finding也好 It's a matter of interpretation OK 基本法擺在這裏 你怎樣interpret 才是重點 你以為每一場官司 在打什麼 就是打 控方和辯方 對於 那個基本法 詮釋的角度不同 所以 不要認為 有個research 有個study 出來了 就一定是對 它指出低碳會短命 低碳有個副作用 blablabla 我想告訴你 人類的design 本身 就是低碳 如果人類是不可以低碳的話 你睡一覺 就應該死了老塵 你睡醒 你會有口氣 因為那個其實是 氣筒 OK 是 氣筒的味道來的 所以你有那種的口氣 好了 然後你說 我睡醒 我不吃東西行不行 你看看之前一陣子 有十二個小朋友 在泰國 混在山洞裡 有沒有人死了 你告訴我 沒有 為什麼 因為小朋友的身體 這麼瘦 都好 他身體裡面 都是有脂肪 這些脂肪 就是你的能源 但我想告訴你 如果你 信了這些研究 或者是大陸的飲食法 就是大家都在吃很多的carbs 的話 What happens 就是 你的身體是沒有辦法 access到用脂肪的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你會被你的 胰島素 hijack 就是被胰島素 挾持了 就是你的身體 明明 那個二千個卡路里的糖 已經用到七七八八了 開始跌了 他已經覺得 不行了 我要快點 找一個supply 回來 但是他想tap 進去用脂肪 用不到 因為胰島素高 所以我們一直都說 其實很多文明病 是胰島素高企 就是 現在我們所有的文明病 所有 不是說全部 就是 所共同擁有 的文明病 其實有證據顯示 是龍間時代開始 當君王 是需要有大量的勞動力 去為他建設他的王國的時候 例如幫他建靈墓 建宮殿 建後宮給一些菲笨主 等等等等 最重要是耕田 因為他們要交稅 這個時候 先開始大家是 按一個settlement 即一個部落去聚居 而大家圍著去耕田 去上繳 去所謂的中央 即那時候的皇室 OK 那 你看回歷史上面 譬如皇室 以前的韓牛 韓國的牛肉 只是皇室成員吃得 你看回清朝的 清宮裡面的紀錄 你都會留意到 譬如皇后 皇貴妃 貴妃 跟著 就 笨 笨 笨 答應 常在 如是等等 他們是有配給的 即是說他們每年 他們的牛肉 多少 豬肉 多少 那你留意到 就是 越高級的肉類的配給 是越多 越低級的 就變成那些五谷類的配給 越多 為什麼 不是說五谷類 不值錢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因為 它不是你身體設計要吃的東西 其實我講過很多次 大家如果聽開節目都會知道 你身體有必須 安基酸 即是蛋白質 有必須脂肪酸 即是蛋白質 但是沒有必須的 碳水化合物 你問任何醫生都這麼說 只不過大家現在就可能說 那些研究做出來 令到大家很害怕 但那些研究 你看真點 到底背後有沒有人贊助 誰會贊助這個研究 才是關鍵 可能是一間食品公司 可能是一間飲品公司 或者是 就算不是贊助一間飲品 食品公司 例如去年 這個American Soy Association 攻擊椰子油 當然 因為它有關注 因為它是美國的大豆業的 行業的商會 當然會攻擊椰子油 不好 職員 你不會讚你的對家 或者你的情敵 或者你的仇人 很一樣 因為 它們自己是美國的大豆商 它一定是想 你們吃完大豆油 你明白嗎 所以不要這麼容易被人操控 你不容易被人操控 你不容易被人操控 的辦法 就是全靠你自己 在自己的操控 你把控制權拿回自己的手上 你把控制權拿回自己的手上 當你比你的醫生 認識更多的時候 然後 事情會開始改變 我這裡有個同學 這裡你見不到她 但她是一個很美女 她是怎樣 她有三個小朋友 她現在住在法國 Keynes 對上 不知半小時還是多久 本身是在澳洲住的 她 自己有Hashimoto的甲狀腺病 用了很久的方法 是用自己的方法 整好自己的 然後她有三個小朋友 她那個小孩子 是零零色色特別肥的 而且是沒有精力 有一個人很累 很不舒服 她去看醫生 醫生就說 小孩子是這樣的 然後就brush it off 打化了她 但這個媽媽 她名叫Laura 她就覺得 Hey there's something to it 不應該是這樣 她就回到自己做research 然後她帶了兒子去個 lab 叫個 lab 幫兒子 Test Thyroid Hormones 即TSH3T3,3T4 然後發覺她是有免疫力自體攻擊的情況 即是她的身體是自己攻擊自己的Thyroid 她的兒子是有低甲狀腺 即是hypo 即是甲狀腺低下 那explains為什麼她沒有Energy 接著 個人會濕濕濕濕的 出汗濕濕濕濕 接著她很累 沒有Energy 那她用什麼方法呢 就是她透過野食去幫她的兒子 那一個就是我希望 我的聽眾都能夠是這樣 就是說你們可以 透過自己 譬如聽了節目也好 或者是聽完之後 啟發了你的好奇心 你再去看多些書 都好 因為現在的線路就太差了 那所以呢 你們不要介意 我下個星期回到香港 我再跟你在我自己家裡的環境 即是WiFi很穩定 很強力 不會斷的情況之下 才跟你慢慢深入這樣講 膽固醇 因為我很想很認真講 膽固醇 因為太多的誤解 太多的謠傳 如我知道椰子柔那一集 或者剛剛那一集 心血管講一樣 其實 喂 是一個假設 假設未得到證實 而深知 我可以證明給你看 是一個相反來的 其實你膽固醇低反而危險 還有 原來你以為有好的膽固醇 和壞的膽固醇 根本是沒有的 而且這個世界 根本不應該有人叫做膽固醇 測試 那你容許我回到香港 我才做這個live 即是要做半個小時九個字 很詳細地跟你講解膽固醇 方便你們可以 forward 給你的長輩 你身邊關心的人 讓他們了解多些 好嗎 因為現在線路太差 我都看到Ruby 說兩分鐘斷八次 呂獲不好意思 我看重溫 老實說 我都很希望重溫OK 但我現在都不知道重溫是否OK 那麼 提回上一集 為什麼還未放上youtube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正在做字幕 我們做完字幕之後 先一次過放上去 讓大家可以看到一個有字幕的版本 OK 今天就講到這裡 喝口茶 OK 身體力行的 我這個不是miluku 哎呀 不是奶 不是奶來的 是cream OK So I'm doing high fat OK A lot of fat A hell of a lot of fat Oh 剛剛才開燈 現在的光線好像好了一點 然後我想suggest 如果大家不介意我的倉庫簡陋的話 我可能想試一下在我的倉庫裡 搞兩個活動 一個是同學會 OK 讓大家坐下來 我們一起吃生童餐 大家聊生童 我想你們是share story 你share你自己的story in一個safe circle 大家不會把你的story 周家羊 不會偷拍你 就是一個很安心的環境 講你自己身體的情況給大家聽 然後你希望有什麼objective 你希望怎樣怎樣 然後你一邊吃一邊問問題 一邊聊天一邊分享 OK 另外一個我想做一個women's circle women's circle 就是女人坐在一起 support each other OK 譬如你有些家庭也好 情感或者是工作上面 有些東西是一個support group 大家一個sisterhood 大家去support大家 這是一個spiritual的東西 但是我容後才說 因為我不知道我現在的倉庫 會不會是很殘很醜樣 但如果大家不介意 可能我撿一點點 就請大家上來一起見面 一起聊天 OK 這是一個可能下星期會舉行的事情 OK See you next week 我星期三回香港 所以我想我應該星期四做 拜拜 對 谢谢观看